組織的行政自動化 那我們歡迎CJ跟張維 掌聲 好 那我們準備開始了 然後首先就是 JulieMeed的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維 然後今天來做這場講座的 有兩個講者 是我跟我的夥伴 然後他是CJ 我是張維 我們是這個組織的創辦人 那在沒有 就是這個投影片的時候 我先稍微講一下 我們這個組織是在做什麼的 我們這個組織叫做渣渣演 我們是在柬埔寨做偏鄉教育 但是我們使用的手法 是我們用攝影當成一個媒介 就是我們並不是想要 把小朋友訓練成攝影師 而是我們想要用攝影這個技術 來啟發小朋友的動機自信 然後來讓他們之後 會有不同的發展 那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呢 是因為在柬埔寨的那個村落裡面 大概孩子到15歲的時候 他就會中斷學業 然後到泰國成為非法義工 然後通常 可能會因為沒有Visa 所以就是會被遣返啊 或者是因為 就是說重勞動 這種就是建築工人 之類有可能從陰價衰落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個貧窮 跟教育不平等的這個狀況 是持續在複製的 那我們第一次踏進那個村落 是10年之前 那我們目前這個組織成立了兩年 那現在整個組織的規模 大概總體成員大概有30位 但是我們真正的核心的夥伴 大概只有五位 所以今天這一場 我們就是要來講說 我們怎麼樣用我們這麼小的 一個組織的人力配置 然後在過去的兩個年度裡面 進行我們的服務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好 那首先要先講一個很趨勢性的事情 今年因為COVID-19 所以就是整個大家全球 都受到很嚴重很嚴重的疫情的影響 那目前全球有88%的組織 幾乎是被強制或被推薦 要做遠端工作 那當然家家演這個組織也不例外 因為我們核心服務的地方 是在柬埔寨 那我們在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我們人也在柬埔寨 可是因為就是真的太嚴重 所以我們就有一半台灣的成員 是撤回來的 那我們目前也還有另外一些夥伴 是在柬埔寨的 那我們怎麼樣透過就是這個 網際網路和一些很神秘的方式 讓遠端工作可以成立 這也是待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 就是用機器人 會用更聰明的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非營利組織 幾乎過勞的線上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嚴重了 喔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就是又再次的掉了 好 那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啊 就是在台灣有八成的非營利工作者 他們經過就是被調查 然後都指出說 其實他們 就是下班了之後 還是會收到他們主管的 就是交辦的事項 然後呢 有七成的工作者 他們平日需要加班 有六成的工作者 他們每個月需要在休息 或休假日的時候 就是繼續處理工作上的事情 然後有五成的就是工作者 曾經有連續工作七天都沒有休息 那當然 其實這個像現象 我覺得大家應該並不陌生 它並不是只有存在於就是 非營利的這個場域 就是我相信 可能大家就是 來自各行各業的人 就是也很常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就是對於我們來說 組織為什麼要去做這個科技的轉型 為什麼需要一些機器人來幫助我們 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就是剛剛我們 已經有稍微介紹了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以攝影為 就是核心技能的組織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當然 為什麼我們選擇以攝影當成一個進入 因為我們會覺得一件事 如果它有必要被完成 那必須是三件事情 三個構成要件 不能被就是剝奪 可能第一個是在地真實的需求 第二個是我們自己的核心技能 第三個是我們真實的熱情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 你可能就是做沒有兩天 你就會覺得 啊 好煩 那我好不想做 或者是你如果做出來 沒有別人 就是有效率或聰明 那為什麼要你做 不是別人做 這樣 所以我們 好 可以下一頁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 目前為止的核心成員 我們的Background 大概來自於就是教育 然後也有就是資訊背景 然後也有攝影背景 也有行銷背景 也有設計背景 那比如說像以我跟我的共同創辦人 我們兩個來說的話 我的Background 就是我是一個攝影師 然後跟我之前是在英國念 就是策略傾銷 那就是我的夥伴 他就是他是 他待會會跟大家介紹 他是一個工程師 不過他其實是學心理的這樣 好 那 就其實待會會進入很技術面的東西 可是我想要先講一些核心的理念 就是為什麼要搞那麼多那麼麻煩 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我們真的很相信的東西 我們非常相信 就是一個孩子 不只是我們在地服務的孩子 包含就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 應該都有你的天賦跟潛能 然後如果你有得到足夠好的機會 或者是可以就是去受到好的教育 或者是去受到好的啟發 其實我們應該是每個人 都可以活出自己的完全體的 這是一個我們非常非常相信的事情 好 然後所以我們這個組織 主要在改善的東西 其實是教育不平等跟貧窮 所以固然可能我們在上個年度 比較被大家指導的是 我們跟中正紀念堂合作 大概辦了一個為期一個月的攝影展 然後跟北美館合作 然後去年在線上線下 大概觸及的總人次 大概是10萬人之左右 然後對於柬埔寨的在地服務 也大概是這10年來 大概有300位孩童 然後在COVID-19的時候 資助120位的貧戶的家庭 但是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這些數字 或者是辦出多漂亮的攝影展 做多好看的攝影機 其實對我們來說 永遠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其實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很希望 我們所相信的那個價值 就是人可以活出他的尊嚴 跟他的立體性 是我們很在乎的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服務的地方 主要有三個 就是分別是台灣 然後跟柬埔寨的 仙利市跟金邊市 那在仙利市 我們主要服務的是小朋友 他大概就是年紀是12歲到15歲的幼童 但是在金邊市 我們主要服務的是大學生 然後為什麼會是大學生 是因為我們很重視青年的賠力 因為我們一個國際性的非營利組織 我們並不是希望有一天 我們做的就是包山包海成 為什麼很大的組織 讓台灣被看見什麼 我們不是那麼 就是想要做這種很高遠的事 其實我們反而是希望有一天 這個組織的終極目標是自我毀滅 就是這個需求可以不再出現 然後在地的人 可以真的掌握到這些核心的技術 然後讓這些事情可以被發生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可以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是這個組織的創辦人 然後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覺得科技很重要 為什麼會覺得專業很重要 那是因為 就是可能我自己的背景 是好 再給我下一頁 就是我畢業於英國的 杜倫大學的策略行銷研究所 那我是商學背景出身的 然後我們會覺得在商業的世界裡面 我們很重視的是ROI 就是你一塊錢投進去 那經過了這個中間的生產工廠 到底最後他出來的是多少錢 他就他的ROI 就是你去算那個轉換率 那我會覺得在非營利的世界裡面 同樣那個成效是很重要 並不是只有熱血 或者是就是大家有做有爽就好了 其實很重要的是 在非營利的世界裡面 我們看的是SROI 就是你一個東西的input進去 那你可以創造出多少的social impact 所以待會君如會跟大家介紹的說 我們用機器人 用一些手法來幫助我們 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用更節儉的 不管是人力 還是我們組織內部的資源 去創造更好的改變 那接下來就歡迎我 就是最厲害的夥伴 就是君如 好 嗨 大家好 那其實我算是我們組織最 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我會做這些數位轉型 因為一部分是我們組織 現在就實在是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就要斜槓建議很多事 不管是會計啊行政 或是科技或課程的部分 那我們唯一的陣子 是在柬埔寨當老師的在地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很需要更多的人力做事 然後又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陣子 在外商當資料科學家 所以我平常就會想說 公司看到這些工程的東西 能不能夠在組織上裡面運用 那我們就可以省下更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在整個摸索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子 應該是因為我個人的興趣太廣泛了 那就會每次想要看說 各個Notion或是Hackpad 各種不同的工具 試用看看 評比一下 到底什麼好用 那我覺得這種多摸 多看 多玩的心情 是讓我們可以推動 就是組織變成更數位化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分享 我們大概做了什麼 那會分成三個大階段 就是消費性產品 然後進階跟專業客製工具 由上到下比較是需要的 工程知識難度會越來越高的部分 那每個階段我們會分享一個例子 以及我們的一些走過的經驗 萃取出來的心得 因為例子可能比較貼合 我們組織特別的客製化 但是心得的話 希望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帶走 然後學到一些什麼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是講Google的這些現成的工具 其實除了Google之外 微軟它也有一整套很完整的生產力的工具 也非常的好用 那我們選擇Google的原因 只是因為我們組織了 我們兩個 就是比較熟悉Google的環境跟設備 所以就選擇由Google開始下手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有很多可以從G0V學到的 其實G0V在這方面用現成工具去搭建所有的平台 是已經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然後我很多細節也都是在這邊學到 好像他們揪鬆團 每次都會創新的黑客松 所有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很多都自動化 串結在一起了 那我也是聽到朋友講 才說那我可以學 那我們組織比較特別的一個例子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Google Photos的 規檔功能 因為剛剛有提到 我們是一個影像的組織 那我們其實有很大量的影片的資訊 跟照片的資訊要去整理跟規檔 那過去我們可能要自己去找說 是哪一堂課 在哪裡 誰拍的 拍了誰 那其實會花很多我們人力的時間 那使用Google Photos就發現 太好了 它可以幫我們全部自己整理好 那我們也可以自己去找說 影片當中 它只要frame有少到的那個人臉 它都會幫我辨識出來 那其實效果算是很好 省下我們很多整理資料的時間 那大家也應該知道說 明年六月Google相簿 就要開始占用空間了 所以我也開始在找一些 有沒有開源的其他解決 有找到一個是叫Digicam的 開源版的相簿管理工具 不過它目前在一些Metadata的管理上 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在人臉辨識上 它的效果還差強人意 可能只能當一個Plan B的備案選擇 對 那這邊的話 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個是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跟興趣廣泛有關 就是要開放的心態去嘗試接受新的東西 就是Google Photos其實網路上有很多謠傳說 它很危險啊什麼的 但我覺得是你要自己去試個 之後才知道它可能危險在哪裡 它可以幫助你什麼 那它所帶來的價值 是不是跟它的風險是可以相比的 那真的是衡量過後才決定說 是不是要拒絕它 而不是直接一開始因為害怕就拒絕 那第二個是 就是在測試的時候 可能要切分一下測試環境 像Google Photos 我們也是先上傳一部分 我們自己的照片上去試 所以會發現說 喔 其實是真的有幫助 我們可以利用它的歸檔 不管是時間或地點 或是拍攝者的照片 那可以幫助我們省下時間 那才繼續擴大到整個組織的所有的相簿 然後使用上的話 就最行進應該要先選的是 大家熟悉的環境 像我們選擇Google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習慣Google 那如果大家有人會習慣用Outlook 然後你去的組織硬要選擇用Google 那它其實很可能會變成是它收信的頻率變差 然後它可能不會適用你組織選擇的工具 像它就不會用Google去 可能就是喜歡用Word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是需要改變人的習慣 去大家配合工具的時候 就很需要有一些教學工作法 然後要帶領大家一步步的去操作 這樣大家才會有共同的認識基礎 然後在後續溝通的時候才可以了解說 到底現在在討論哪一件事情 然後怎麼做 最後是兩個是公司要切分乾淨 因為像我們組織裡面大家都會 因為每個人應該都有自己的Google帳號 那組織我們又有另外一個帳號 那很多人有時候東西會放在自己的Google檔案裡面 Google Drive裡面 那就是其實其他人會搜尋不到那個結果 那就其實是要把它全部 該把組織的上傳就在組織裡面 那這個也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如果有人員流動的話也會有比較好的事 就是不會有斷層或是資料找不到的現象 那最後一個是資訊要從嚴管理 就是像我現在是因為全螢幕 所以你看不到網頁上面的網址列 那我如果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如果讓你看到網址列 有的人就會上去改我的PPT 那我們之前公司就有曾經發生過這種事情 是有人在簡報的時候他露出了他的網址列 那雖然看起來是亂罵 但是下面的工程師就太無聊了 就去hack 然後發現你全線沒有改 切到下一頁之後就變成是在講老闆的壞話 那就超尷尬了 好 那第二階段的話 我覺得想要比較分享的是跟一些特別是 我們把Google的表單結合Google的試算表 變成我們組織自己內部的會計的報檔跟審核系統 那這邊有一些文件可以看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們主要就是透過大家熟悉的工具 來讓我們組織用相對簡單的方式 然後統一的窗口 然後Google表單又是隨時隨地它都可以報檔 所以就變成是你只要立馬花了組織的錢 立馬就可以去報說 你花了多少錢 然後在哪裡 然後會計也可以用統一的一個介面去審核說 好 我看到大家都花了多少錢 那隨時去掌握組織內的金流狀況 因為我們其實算是還在掙扎的邊緣 隨時要確定說 會不會多花了這筆錢 我們就負債了 所以這邊我都把所有的檔案都分享出來 那如果有興趣的都可以直接建立副本帶走 那表單的話這邊就不會講太多 因為主要就是填寫的金額 然後匯入到我們的SHIT裡面 試算表裡面 那試算表裡面剛進來的可能就像這樣一筆 就是印刷費用 然後多少錢 那會計就只要在這邊去驗證說 這個人填寫對不對 對的話只要勾選之後 後面有相關的明細帳啊分類帳啊 年度科目總和這邊都會直接出現 像現在是沒有的 那我如果直接在這裡審核過了之後 後面的所有相應的帳簿 紀別都會有印刷費699 都會直接出現 那今天的話我沒有打算要全部整個 簡單的 完整的勾訴過這個工具 大家可以回去帶著看 那重點有四個 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四個 你可以利用Area Formium 來自動處理新的表單回覆 那會講到Area Formula的原因是因為 在Google的表單裡面 其實它每一次都其實是 插入一個新的列 它會是在你的資料當中 去插入一個新的列是說 資料是多少 那其實你沒有辦法知道 如果是用傳統的方式的話 其實是需要再拉一格 它才會有結果出來的 我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那如果是用Array Formula的話 它自己就會幫你代換說 如果有新的值 它就會自己代換這個公式下去 那其實我覺得這就可以省下 我每次都要再去拉那個函數的功能 然後另外一個是 用大瓜虎去堆疊不同的資料 那大瓜虎的堆疊 其實這個也是滿特別的一個工具 就是像這邊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個函式的話 其實我是把一個字串 跟我剛剛的函式放在一起 疊在一起 那其實我就可以把我的函式跟 我的標題列放在一格裡面就好 那其實我下面這一格 就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那它就可以在排序啊 或者是資料整理的時候 它不會因為Array的那個函式跑掉 而資料不見 那另外一個是它可以把兩個 不同的欄的資料堆疊在一起 像我這邊如果打任何的東西 它都會自動幫我堆疊在同一欄上 那其實這個功能看似很奇怪 但是因為我們在做帳幕的時候 會有借帶兩個地方 那計算的時候要統一計算 所以就會用到這個功能 後面兩個的話是比較需要一些 程式背景比較會好用的 一個是query函數 它可以讓你寫類似SQL的功能 那這邊的話簡單的demo就是 這邊有一個類似資料表的東西 那你只要寫這樣的query函式 它就自動幫你算每個類別 在哪一個月總共有多少銷售量 跟多少數量 那其實一般人也可以用樞紐做到啦 只是熟悉SQL的話 用這個函數就會快很多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 Regular Expression的正規表示法 它可以抓取文字欄的特定部分 像是這邊有一串文字 我想要把數字抓起來 就可以用這種函式去抓 或是用英文只抓特定的英文 或是我只要抓後面數字開頭的東西 也都可以用類似這樣的方式 對但這邊這幾個函式是我覺得 大家如果熟悉了之後再用 不管Google Street或是Excel 都可以有很高的效果的 好 那經驗的部分的話是我覺得 在做這個表單的過程 整個快機系統的過程中 就是一次只要解決一個問題就好 然後會一直不斷的改版 像剛剛後面那些報表本來也都沒有生存 是後來發現Query function之後 才會說那我再自己慢慢加上去 就是可能要更敏捷一點 第二個的話是在找的過程中 我發現用中文去搜解法其實會很有限 那用英文的話 有時候像堆疊的那種功能 用英文去找才可以找得到一些資源 那第三個的話是 我覺得蠻建議大家可以去考好看Spec 就是Google的試算表還有一個 還有所有函數的清單 看過之後我才發現說 啊 原來它有Query這個函數 那因為我本身懂Sequel 我就發現 其實它可以讓我很快速的產生出 我後面需要的那些佈記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 我覺得在做試算表的過程中 有一個小Trick 是有的時候它會有很複雜 很多層 一點一層套下去的函式 那有的時候 就是沒有很清楚的時候會覺得說 欸 我到底套到哪裡了 到底還要幾個括號 那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可以用空間換取時間 就是你每一層都只用一個函式 然後套在不同的儲存格上 然後確定最後的結果是你要了之後 再把它一層一層套回來 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會比較好理解你的成品的邏輯 那第三個是我們自己做的專業客製的工具 就是所謂的RPA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主要是用Python寫的 那先介紹一下我們當初遇到的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遇到的問題其實有三個 第一個是 剛剛我們有好的會計系統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捐款隨時會從 我們的Netty CRM的系統當中隨時進來 我並不知道今天什麼時候有多少錢進來 然後我要把它匯入到我的會計系統中 我才知道我現在能不能去做這件事 就是我會不會真的答應下去之後會入不敷出 所以這是一個我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不然就是我每天都要自己在那裡call 那第二個是當我們的錢 從我們的捐款系統進到金流帳戶 金流系統 然後最後要進到我們帳戶之間 它會有一個延遲 那我也要確保說我能不能夠在那一天 答應別人說我可以把這些錢給他 那就是要去確認他何時轉了多少錢進到我們帳戶 那這個平常也都是自己在就是 人工要去做不然就是要去刷銀行刷本 也是很浪費時間的事 那第三個是剛剛提到我們的報帳系統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用錶單報了 但是金流系統的手續費抽成這個東西 它是在給我們之前就抽走了 所以我並不 並不會有人特別去意識到這件事情 就是每個月都還要有人去查說他抽了多少錢 然後再登記成另外一筆支出 那希望這個登記也可以變成自動化 不需要每個月都要去手工去做 所以就是要解決這三個問題 而做了一個簡單的機器人 那這邊是開運人的原始嘛 好 那等一下就來做一個簡單的demo 好 那簡單的話就是我們主要就是下這樣的一行的指令 然後他就會幫我們去查說現在有哪些發票開立 然後有發現一個發票 他會直接登錄到我們的email當中去查 然後看到這個的時候他就會自己去宰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經常把所有的收據憑證都電子化 所以他就自己宰下來 然後把這個結果騰打到剛剛的這個表單當中 所以就會看到新又多了一筆 多少錢 然後他也會去開我們的捐款的系統 然後登錄 然後我沒有作弊喔 手都在這 他就自己是完全自己操作的 然後他去搜尋說我指定日期內的時間 有多少捐款人捐了多少錢進來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些隱私 所以我就不修得他的頁面 那他就會自己全部宰下 我們開給捐款人的收據 以及是誰在什麼時候捐了多少錢給我們 他就會自己盆寫到這個上面 就看到說誰什麼時候捐了多少錢 那這邊我都是寫就是一百萬 差一塊到一百萬 希望這是真的 然後他會跑完 就是他我所指定的區間之內的資訊之後 他就自己停掉 那只要等到他跑完之後呢 我們的會計就等到要來看 就是確認說他有沒有重複的 然後如果時間不夠 然後沒什麼想要全部驗證的話 就直接全部打勾就好 然後這邊也都可以看到他的 捐款的收據跟連結 那因為目前這邊都是開放的 所以我都是傳一些圖檔上去而已 所以這樣就會變成說我們可以直接去檢 隨時都可以去檢視說 我們組織現在到底有多少錢進來 然後也有多少錢真正在手上 然後如果大家就是報章都有認真在報的話 就可以隨時掌握組織當下的緊流狀況 就不用說剛剛那個小偉大 不要跟我說我們還有多少錢 可不可以做這個計畫 我就會 以前就要趕快跳起來做兩三個小時 那現在就是按完之後 喝杯咖啡跟他講 好了可以做 就會讓我輕鬆很多 好 那最後的經驗分享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要寫code 就很需要PEM 然後就很需要有清楚的 明確的那個問題的框架 跟你的需求是什麼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覺得如果需要學習自動化 可以偷懶的話 可以用iPhone的捷徑 或者是有一個叫做 IFTTT If This Then That 的APP 可以用 那可以去偷懶 就是幫你做一些簡單的自動化 可是客製化可能比較困難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開發的時候 可能今天要區分開發環境跟生產環境 預備環境 因為像我們組織已經先有那個快機系統了 所以不會想要不小心做什麼措施 把那個會計帳簿整個刪掉 那我就真的會抓賽了 然後第四個我覺得是很工程式的思維 就是不要重複做同樣的事 Don't repeat yourself 就是我一開始也是發現 每次小微導致他跟我講說 欸我需要多少錢 然後我代表還不可以 我就想說 我就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就會想說 那我可以把這件事情外包給機器人 所以才會開發這個機器 好那就是今天分享的三個階段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綜合的心得分享 我覺得第一點真的是很重要的是 要有想要發懶的動力 就是懶惰 很想要懶惰 所以才會想要做說機器人 然後讓自己可以躺著做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不只是組織 個人的生活當中也可以多嘗試這些資訊運用 像Google相簿也是我自己用了之後 然後我覺得欸很適合組織 然後再推到就是組織內 然後還有像是剛剛的那個錶單系統 我自己也有做一些出遊的拆帳啊 或是個人的自己的專案管理 都是用試算錶做 當你越來越熟 你就可以知道 這工具可以為你在各種前進下 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那第三個是有的時候工程師會想要 就是更優化更優化 就是能夠完全自動化 我連內行扣都不用下最好 但有的時候多那一步 就可能會需要多很多時間 那就要去衡量一下自己 現在最適合自己的甜蜜點在哪裡 可能不需要完全做到全自動化 半自動可能就已經很舒服了 然後後面兩個是很謝謝科技農商 科技農商是一個為NPO NGO提供資源的一個平台 他有很多網路的廠商 他會進階他們的捐贈給NPO NGO使用 那我覺得他們的資源真的是很豐富 很謝謝他們 然後另一個是很謝謝Julie Ving 因為我覺得這邊很多的idea 是跟Julie Ving的人討論 然後會有一些新的創意 然後才會發想到 然後還有很多大神 其實是隱藏在這個裡面的 像剛剛我才知道我們議程組的 大家其實也是RPA 就是社群的創辦人 我就說哇 那其實應該多跟他學學 然後也要很謝謝就是我的PAN小微 給我這麼多空間 讓我搞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好 那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應該還有一點點時間可以切換到 看我們有沒有QA的部分 那這些的筆記應該都有開放吧 有有 我們今天的簡報應該也有在我們共筆上面 最少繞得到他們今天分享的東西 對 在共筆上面都有 是 那好 正好有一個問題 我們快速來回答一下 好 為什麼社群和在地 為什麼要到那麼遠的地方這樣 好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喔 我覺得他大概是一個兩個小時的演講 不過我現在就是言簡易改這樣 反正大概的情況就是我十年前 因為失戀 然後就是到柬埔寨的土地上 然後與那些孩子就是遇到 就是與他們相遇 然後呢 再來 在整個過程當中 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學生 可是因為孩子有問我們 我們會不會回去 我們就跟小朋友打勾勾說 好 我們會回去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每一年每年在回去的過程中 一直不關不斷的跟小孩跟村民 跟在地可能服務了非常多年的組織 去談說他們到底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發現 有些東西很顛覆我們的想像 像大家會覺得偏鄉缺乏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只有錢 那缺錢就給錢就好了 可是我們就發現其實 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有點像是 孩子的動機跟自信 因為他們的生活 文化刺激比較不足的狀態之中 小朋友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反正我受教育是不是也沒有用 我長大 我也只能跟我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一樣去泰國 然後呢 它再結合到 我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 就是 就是我本來就是真的在那個 失戀很低成就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自己很多東西都不行 可是再來再慢慢學習攝影 然後成為一個攝影師 甚至用攝影賺到錢 然後就是環遊世界大概30國 100個城市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去找到了我自己的那個價值 然後我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攝影可以當成一個媒介 去啟發小朋友的動機自信 然後我們查了非常多的二手的資料 然後發現 攝影可能並不只是拍漂亮的照片 它包含著一個孩子的感覺統合 它包含著孩子 目標價值觀的建立 它包含著孩子 怎麼樣去看一個世界的方式 然後當然 然後我們在去設定那些教案的過程中 我們最鎖定的是 empower這件事情 所謂empower應該是指 好 剩一分鐘 就是讓某些力量 從孩子跟村民自己身上長出來 所以我們鎖定了五個核心的力量 比如說自我覺察的能力 比如說溝通表達的能力 比如說對於資源盤點跟運用的能力 比如說挑戰自己的能力 比如說同理心的能力 然後我們先把這些能力 設定起來之後 發展它相應的教材教法 然後去帶給孩子 所以在孩子的心中 他會覺得我就只是來拍拍照 在我的偏鄉辦出一個自己的攝影展 可是書不知其是 我們每一堂課都是機關算盡的 塞進很多不同的 很有趣的 讓孩子可以 家到一些他可以帶走的能力 這樣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回應到 就是大家的問題 然後當然就是一開始 我們設定的很夢幻 然後當然就是有帶去做前導課程 然後就啪啪被打臉 然後發現就是 很多地方根本不是我們想像的 然後我們一而再再而三 去在教案 在課程上面去做更改 然後也融入在地青年 然後跟在地組織給我們的一些 就是建議 然後一直把它更改到 最後能夠被正式執行的版本 這樣子好 那這是我對第一題的想法 好 然後 第二題感覺比較是專業問題 就是張維應該可以回答 漂亮 就是其實會計的部分 我就希望可以讓 那個彰幕表上面 其實需要的應該是借貸的那些邏輯 那我就盡量把這些邏輯都建置在四川表本身裡面 就是到底借跟貸誰證誰付這些 我都在四川表本身的公式裡面都建置好了 所以填寫的人會不太需要這些會計太多的知識 那建置的過程中這些知識怎麼來 就是自己去學 然後因為我本身也不是會計的專業 所以就是去找其他人學跟問 然後把這個表弄起來 就是另外多學了一些東西吧 是 這真的蠻Maker的精神啊 就是我們做中學學中做 然後又把這些東西開放開源出來 讓更多人能夠受惠 那我們今天的Maker鬼的意義成 我再補充一個小東西 組織我們是沒有會計人員的 然後另外一次我之前曾經在G0V的 GENERAL的頻道裡面 其實是有看到有一位大大 他正在努力做 我就算是比較養純貼合我們組織需求的 但他其實是做更完整 對所有NGO NPO都適用 比較大組織架構的一個會計的開源的平台見面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GENERAL裡面爬一下 有一個大大也在做 那希望之後也可以聽到他的分享這樣 那我也最後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第一題啊 就是我真的很感謝就是問這個問題的朋友 那我們今天有準備了我們組織這兩年的年報 然後包含我們做的服務 然後以及一些成果 然後都有放在就是大家等一下出口出去的時候 我們會有小庫卡跟年報 那歡迎大家來幫我們拿一份 然後另外如果你對我們組織有興趣 可以在本專上面搜尋 就是大寫的ZAZA 渣渣葉 然後就可以知道我們就是最新的一些情報這樣子 然後就是謝謝大家 好 再次給他們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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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